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 作者风尘散人 演播紫金 后期制作哲戟 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 杀气如冤似海 啥时间我的双眼已经被血色浸染 我不是一个粉青 但是我生在这个国 长在这片土地 我是喝这里的水 是这里的梁长大的 我爱这里的一切 所以这里是我的故土 是我的根 怎容外寇践踏 这些日本侵略者 他们八十年前 用尖船力炮扣开我们的国门 从那之后 八年之间 华夏大地是哀鸿遍野 无数条鲜活的生命 在凄凉的惨叫下 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可是如今他们已经死了 阴魂仍旧在作乱 仍旧在枪害我的同胞 这样的气 但凡是裤装里还带伴的爷们 就咽不下去 傻 一道充满兽性的怒吼 在我胸腔间炸响 彻底点燃了我身上 还未冷却的血液 根本无需多言 百笔刀煞时出窍 白蒙蒙的寒气在刀刃上引晕 我第一个朝鬼子阴兵摸了上去 这个时候 这些鬼子阴兵 正沉浸在施虐的变态快感之中 再加上我身上一只 贴着镇压洋气的浮露 所以当我冲上去的时候 他们完全没有察觉 仍旧在猙獰的狂笑 要的就是这个机会 我大吼一声 一重胆色 飞起一刀 就直接朝一个鬼子脑袋上 砍了过去 百笔刀锋利无比 斩金结玉不在话下 更是被杀气包裹着 一刀过去 不费吹灰之力 直接把鬼子脑袋砍了下来 这一刻 我甚至能看到 鬼子头颅飞起时候 眼中凝滞的凶残 然后他扑的一下 就变成黑烟 彻底魂飞魄散了 不过我这一声大吼 也惊动剩下的鬼子阴兵 一时间 刑讯室里 上百个鬼子阴兵 急刷刷地转过身 直勾勾地盯着我 说实话 被这么多鬼子阴兵盯着 我心里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只是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唯有不死不休 于是我趁鬼子阴兵 没有完全回过神之气 收起刀落 又砍翻两个鬼子 这么一下子 这刑讯室的鬼子 彻底炸了窝了 黑压的一大片的鬼子兵 鬼叫了一声 直接朝我这边扑了过来 傻 我怒吼了一声 爆发出一声高扛到极致的怒吼 战斗和生与死之间的极度危机 最是刺激人的潜能 真正经历过血战的人都知道 有时候 站在这种场合之中 生死抉择 早已经不由自己 整个人都会爆发出 惊人的勇气和战斗热情 最起码 现在的我是这样的 面对上百鬼子阴兵 我的心里出奇的 没有丝毫的畏惧 拎着摆臂刀就冲了上去 绝不能被他们摁住 我心中 一直有这样一个声音在回荡着 这些鬼子兵 可能完全没想到会遇到偷袭 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武器 全都是赤手空拳 经过这么多战斗之后 我深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只要不被他们摁住扑倒 那么我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 在这些鬼子阴兵 朝我碰过来的时候 我也选择 和他们进行直接的碰撞 冲上去 用我不慎雄壮的身子 狠狠撞在 挡在最前面的 几个鬼子兵的身上 他们的身体 鲜硬冰冷 撞上去 就如同撞在铁板上一样 好在鬼子兵道行不深 因此我倒能汗地动他们 一下子将挡在我前面的 几个鬼子兵撞肥 这时候 左右两侧 一些鬼子兵 已经伸出冷冰冰的鬼爪子 开始撕扯我了 我的身上留下好几道的伤痕 我抡起摆地刀 疯狂地左右劈砍 醒客前就放到不少的鬼子兵 其实这时候 我身边都是围攻我的鬼子兵 我随便回出一刀 也能砍中一点什么 一时间断臂残肢横飞 纷纷化为一缕缕黑烟 消散纷飞 被我吸入体内 转化成了杀气 杀气就有这么一点好处 越战越强 虽然我这时候 无论是体能还是战役 都处于巅峰状态 但是 面对这一大堆鬼子兵的围攻 仍旧是有些吃不消 多多少少有些捉襟见着的感觉 身上被抓捕好几处 疼得我浑身之肚酥 这还是鬼子兵没有武器的情况之下 如果跟青年大山中碰到柔然阴兵一样 手持利刃的话 恐怕我这时候就已经血剑当场了 鬼子兵确实很强悍 最起码比我碰到的柔然阴兵 要强悍得太多太多 一来呢 是因为落马山里阴人太多 阴气重 所以这里诞生的阴兵 几乎都有前生的意识 比那些柔然阴兵智慧高得多 二来 单纯地说 这些鬼子兵的战斗技巧 真的是很可怕的 现在国内很多抗日神剧派出的日本兵 简直是惨不忍睹啊 把日本兵渲染得跟脑残一般 事实上并不会让人看了感觉热血沸腾 反而只能证明导演的无知 二战之时 但凡与日本交过手的国家 哪个敢说日本兵弱呀 侵华日军不过百万 可是八年时间 却让中国付出 三千五百万条性命的惨烈代价 到了四三年以后的抗日战争后期 基本上打的国内 没有一直呈规模的武装力量 如果不是美国人 在太平洋战场上 把日本兵干得成片成片的死 苏联红军把日本人 号称最精锐的关东军击败的话 抗日战争 别说打八年 二十年都未必能够赢得了 在我小的时候 我家父亲还住着一个打过抗日战争的老红军 这个人曾经和我说过 抗战中的日本兵到底有多么强悍 强法准得不得了 几乎一枪能打死一个中国兵 那时候他们和人家阵地战 人家一万人能撵他们十万人追杀 想拼掉日本人只能是刺刀剑的红 肉身肉薄 可是贴身肉薄也一样是打不过日本人 那时候中国人体质差 饿得是面黄鸡瘦的 身上没多少力气 怎么可能拼得过日本人呢 所以在刺刀剑红拼杀的时候 中国兵只能用一个法子来取得胜利 扑上去任由对方的刺刀 刺进自己胸膛 然后借着个机会再反手给对方来一下狠的 这样两三个中国兵能换掉一个日本兵 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合算的买卖 真实的抗日战争 其实是这么大的 那些抗日神剧拍的简直惨不忍睹 在亵渎先被流出的鲜血 我这个时候和日本兵一交手就感觉 他们到底有多么强悍 赤手空拳都能打得我不好招架 就在我几乎快撑不住的时候 张博文和顾饮涵两人冲开一条血路进来支援我 给我减净不少的压力 至于周静的话 这小子已经跑过去解救那些被关在铁笼中的尸骨尊村民 指望他战斗是指望不上的 估计一个鬼子兵能把这小东西直接掐死 有了顾饮涵和张博文加入 我才算彻底腾开了手 拎着白臂刀狂砍那些手无寸铁的鬼子兵 或许是我从小受教育的原因 在面对清华日军的阴魂是格外的愤怒 几乎是疯了 似乎是狂了 总之我只知道进攻进攻再进攻 一个个鬼子兵被我砍得魂飞魄灿 行神势力也渐渐空旷下来 最后一个给我对上 那个拖得光溜溜的与欺负尸骨尊女孩的鬼子兵 二话不说和鬼子兵撕打在一起 这鬼子兵比仙剑越岛的要强悍 挤拳头砸在我脸上 砸得我是眼冒进心 脸上都是鲜血流了出来 连嘴里都泛着一股血腥味 费了很大劲才把它摁在地上 然后握着白臂刀就开始猛刺它 我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刺了多少下 总之最后是张伯文硬把我拉开的 隐隐约约之间 我听到张伯文在我耳边吼道 别打了 他已经魂飞魄散了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有援兵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